此人长相争鸣,名为钟魁,民间传说能够驱鬼的神,长相那只是逼鬼还吓人呀。 而在晚堂,又为文人,人宋外号温钟魁,想必长相也很对不起观众呀。 至于他的文学造诣有如何呢?来看看。 他真名为温婷云,云的本意为竹皮,可戒指竹子,想来父母希望他能像庭院里的竹子般正直挺拔。 自飞轻,一个总想着飞的人,一听就知道性格肯定很放浪不羁。 至于他的事称,除了那个与长相般配的温钟魁,还有一个叫温巴叉,这个来头就厉害了。 当时科举考试要写父母这种散文,而且还必须要压八个运。 温婷云每次不用打草稿,双手一插腰思考,就能想出一个运来。 插八下,八个运就压完了。 鬼人说了,人不可貌相吧。 别看温婷云长相不美,在诗歌方面,人家可是晚堂唯美诗派的重要代表, 而且还做到了美中求新。 他千百年来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句,当属《山山枣》中的《鸡生毛店月》、《人计板桥霜》。 这唯美中的新影就在于,传用鸡生、毛店、月、人计、板桥霜六个名词, 却写出了动态的美感。 前句勾勒旅人住在毛店之中,听到鸡鸣声就爬起来看月色, 看到月亮已经快要沉落,赶紧起来收拾行李,起身赶路。 后句则写,走在清晨的路上,看到了木板桥上覆盖着早春的寒霜, 而霜上又留下了依稀的行人足迹, 看来还有比自己骑得更早的行路人呀。 仅十个字,就将早行的情景描绘得如在眼前。 所以温婷云能与诗歌高手李尚颖合称温礼,也就不足为奇了吧。 当然,与李尚颖的大量精品相比,温婷云的诗歌名作可谓少得可怜, 原因就在于,飞行把大部分的才华都用到了写词上。 尽管圣堂的礼拜有义秦鹅、秦楼月的词作, 中堂的白句也写过义江南、花飞花等词, 但是第一个大量以声填词的文人还属温婷云。 五代诗歌的赵重座所编的《花间集》共选词五百首, 而温婷云独占凹头被选中了六十六首,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花间鼻祖。 他的词同样美中求心, 有的美靠华丽的词枣堆砌而成, 例如菩萨蛮,小山重叠金明面, 避云玉渡香腮雪, 拦起化鹅眉,弄装梳洗池, 照花前后镜,花面香蕉影, 新贴绣罗入,双双金褶菇。 通篇都用艳丽的词枣, 把美人的睡眠,拦起,画眉,照镜, 穿衣等一系列交用的姿态一一描绘, 够起力奢靡的。 以菩萨蛮的浓艳至极相反, 望江南则以清新明快来营造美感, 梳洗吧,独以望江楼。 过近千帆,皆不适, 鞋灰默默,水悠悠, 长段白平舟。 用通俗的文字, 描绘了一早就梳妆打扮好, 登上高楼, 遥望恋人归来的女子。 千帆过近, 等待的人都没有出现, 夕阳不雨,流水无言, 思念的愁长, 只能默默萦绕着江中的小陆地, 直到长段为止。 能将寂寞写得如此小清新, 花尖派的鼻祖果然不容小觑。 这就是又美又不美的芬亭云了, 下个视频到过芬水岭, 美得也很新奇呢, 走, 抢进壁去。